又是一年一度看壽球花的季節 這也是限定時間 2月中、3月初這些時間看壽球花 今次去了元朗公園看壽球花 其實有很多地方可以看 我記得大埔、海濱公園也有看 我近來就在元朗公園看壽球花 前面這個,感覺上有少許 像北歐風的慕名小屋 今天見到很多人在這個位置拍照、打卡 還有見到一些人帶著霧名公園拍照 在霧名小屋打卡拍完相 其實走多兩步,前多一點 又有打卡位置,就是這個位置 又有很多人在這裏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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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的時候會過來 那時候都會約同學 跟我來元朗公園拍照 那這裏都很多地方可以走到 又有個瀑布看一下 小瀑布而已 還有有個白鳥塔 還有環境都也可以 以前會常常在元朗公園拍照 小時候 看到前面 紅紅的頂上 那個就是白鳥塔 那個也有 七、八層高 其實我不太記得 有七、八層高 可以看到整個景觀 你看一下草原多漂亮 是不是覺得很舒服 其實真的挺舒服的 有些人和小朋友 會在這裡 坐在這裡休息一下 其實挺舒服 也挺捨意的 前面這一個 也是另一個拍照位 很多人也會在這裡拍照 這裡也有很多神魂客 一早就上來這個圓朗公園 逛逛 還有這個公園 有些康諾設施 給那些神魂客 可以拉筋 做一下運動 都有這些的 一早走走走 吸收一下這個新鮮空氣 都很舒服的 那我以前 讀書時代 以前我也有上來 早上來這裡看聖經 約了一些兄弟姊妹 上來看聖經 我也有的 除了有瘦球花體 也有些辣蜜蜜 前面的蜜蜜蜜花 也有的 你看是否覺得 都很大自然的感覺 好像身處外國的感覺 我覺得有點像 那兩旁邊 都有一些椅子 可以讓人坐下來休息一下 今天也會見人在這裡看書 有些人在這裡夜餐 好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多謝收看 拜拜